可能在朋友他會感覺到 這個人對這個人是沒有真心的 他會跟他講說 你稍微看看這個 這個人他跟人家講的話 有可能全部都是一些會話 或是一些不好的話 一對感情的執著力 就是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他很清楚 很敏感 所以他的直覺力很強 還有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對錢 他覺得這個賺錢的關係 這個東西好像現在 快要風行囉 這個東西要風行囉 這個AI現在開始要興建了 他會知道 好像那個敏感度特別強 不然他對感情 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還有對錢的感情 他特別特別敏感 我們請教一下周英軍老師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第六感特別靈 對 應該講說 每個人都有第六感 大家人都有 只是說有的人是特別 第六感比較強 第六感除了感受到危險度以外 很多事情在我們生活中的 所有的事情都會有 那個所謂的第六感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屬老鼠的人 他這個直覺會比較靈敏一點 一支風險 所謂的直覺靈敏就是說 他有些事情到任何的環境 他會覺得這個環境 不管如何 他就說這個環境好像怪怪 這個環境好像很不合適 或是說這個環境裡面 好像有一些不知名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說過 比較陰 比較不舒服的地方 那他可能就比較很容易 所以一支離去 他就可能感覺說 他會去雞皮肥怎麼樣 他就會很容易的覺得 這個地方不乾淨 或是說他要坐火車 或是說他要坐火電機的時候 他會覺得這台火電機 沒有他就臨時會換這個搬機 這樣子的人 他就很容易避過危險度 當然有些人是比較過剩 假如你如果經常換火電機 你如果知道他那個一換 他那個錢就全部要換掉 所以是有的人 他是因為屬老鼠的人 他特別的敏銳 所以他特別的感受度 所以他會覺得說 怎麼會覺得這台火電機 要坐的時候 心肝我們害羞害羞 很不舒服 所以他就會算了 我就花一塊錢 我就不做這一班 我可能就改下一班 結果可能真正這一班 真的就出事了 這就是他對環境的敏銳度 比較強 所以說他的直結比較敏感一點 那再來我們看看 生肖屬蛇的人 他這個就心思比較細膩 能夠看穿本質 那這個屬蛇的人 他的那個 第六感是在哪裡 他是在感情方面的 他那個感情方面 他很可能會知道 看白人 對 他跟他有意外 這個人對他沒真心 所以說他可能在朋友 他會感覺到 這個人對這個人 是沒有真心的 他會跟他講說 你稍微看看 這個人他跟他講的話 有可能全部都是一些會話 或是一些不好的話 一對感情的執著力 就是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他很清楚 很敏感 所以他的直結力很強 還有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對錢 他感覺這個賺錢的環境 這個東西好像現在 快要風行了 這個東西現在要放入營了 這個AI現在開始要蓋了 他會知道 好像那個敏感度特別強 不然他對感情 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還有對錢的感情 他特別特別敏感 所以蛇的人 他就是心思比較細膩 能夠看穿這個本質 所以因為他有時候 看到這個環境 就是說錢的這個環境 那個流動的狀態 所以有時候他會走在人家的前面 因為他會賺錢 他會招逢了 所以別人可能會撥去不對 所以就是屬蛇的人 比較有賺錢的觀念 你是感情那部分 是喔 錢你沒有敏銳 錢是靠天韻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屬羊的人 屬羊的人他的意感比較敏銳 他能夠遠離二印 所以他對環境 不關這個環境 有色彩 沒色彩 或是這個人看過沒看過 他就會感覺到特別特別敏感 所以他有感覺說 他可能一看就覺得這個人是壞人 或是這個人會騙 所以有應該感覺說 這個是詐騙的 這種事情他講起來就是詐騙的 不可能是在現實生活中 有這麼好的狀態 他就會因為他的預感比較敏感 敏銳一點點 所以他就是會覺得說 這個詐騙的這個不要相信 這個人沒那麼好看 要賺錢 所以他就會很清楚的避免 這些人會說 人家這什麼什麼太好 你會開始花多少錢 去買這個 買什麼錢 或是說你去做什麼 他不會隨便的去參加 或甚至隨便的相信 所以說他就是 他的感覺比較敏銳一點 所以這個人是好人壞人 這個人講話各方面 他就會很清楚的感受到他 這個人講話是稀微的 不是真誠的 到底有沒有真誠 他就很清楚的 所以他的那個抑感 敏感度會比較強 所以他是在感受到 那個人與人之間的 那個狀態很清楚 所以他就比較不會去 讓人騙去 所以他就遠離二印 所以現在的人都 不用學賺錢 要學安裝 不要讓人騙去 比較重要 所以說應該屬洋的人 在這一方面 他會比較能幹一點點 所以一般人我們會覺得說 有時候相信一下 你自己的那個叫做 第六感 因為有很多人 其實剛開始都會覺得說 這可能在騙我 但是問題他到來 他會說到買了 頭上可能在感覺 但是到來就怎麼樣 就慢慢就被人家拖著走 所以相信你自己的第一個 直覺的第六感 是很重要的 來來來 所以有一間廟宇 就像老師講的 他真的讓去拜的人 都每況遇上這樣子 說可是這名字 聽起來不太熟 加上說 南部有一個廟宇的主神 是諸府王爺 你說媽祖我們認識 關公認識 那有些說 這些王爺不知道 我都還要看一下旁邊的那個 那個王爺 不知道是哪裡的王爺 百家姓王爺都有 對 就像雅然姐講的 他其實是百家姓 那以前來講 他就是說 之前有什麼360個 近世的這一種傳說下來 所以百家姓什麼姓都有這樣 那我們遇到的這一間 其實他是在南部 台南的一間廟宇 那他的主神就是諸府王爺 然後這個在當地 他們就流傳說 這位諸府王爺 他斷地府很準 什麼叫斷地府很準 斷地府 對 斷地府 他說就地府裡面的事情 判斷地府的事情 對 他可能跟地府很熟吧 結果我們之前就遇到一個 就是一個阿嬤 他拿著他那個孫子 他孫子的生成八子 孫子大概十幾歲了 那生成八子去問這個 諸府王爺 就說 那個我想問一下 我們孫子最近這樣 有好生好生 那諸府王爺 因為我們那邊的廟宇 就是都是 都志工 那大家就等生命下來 生命下來的時候 一樣是用那一種 四個人的那一種 冷協 冷協就叉叉叉叉叉叉叉 生命說 他查一查說 陽世間查無此人 蛤 說查不 現在廟宇的志工就說 夭壽崔了 這要用鐵廟 對啊 他就變成 在改身 別人說 阿嬤來問孫 你別人說查不這個人 那旁邊的志工就嚇到說 沒有啦 王爺你都查看 拜託你都查看 你阿嬤的婚姓 真的 好 那王爺就說 他就去查 切切切切 然後再過一陣子之後 他就寫 蘇甲都像死的 他在途中寫一個王 死亡的王 就說 這個小孩已經死了 我確定 旁邊的志工 死了 這時候真的去王鐵廟了 因為這個抓包的嘛 對不對 結果阿嬤才旁邊講說 對啦 我們孫子就過了 我只是想說要問看看 阿嬤這樣 現在在台府過得好嗎 阿嬤 妳不是早就說了 對 阿嬤在失眠 藍姐講的就對 你知道旁邊志工 尤其在庚宿家就說了 阿嬤妳也拜託 妳這個早就說了 對啊 對啊 讓我們沒辦法 我還以為他生成八字寫錯 有時候寫錯 對 有時候是寫錯 結果是對的 然後真的是走了 對 那這是我們在那邊聽到的一個 我覺得還滿神奇的 可是這也很人性 就是孫子已經走了 阿嬤很想念孫子 對 那當然他就問 你說斷地府很準 那還真的問起來 那孫子過得好嗎 那王爺怎麼就查完 那孫子過得怎麼樣 王爺當時說 都會跟他們講 講說就是說 現在他大概到哪裡 到哪裡 然後其實 其實如果說你在商事 在商事期間 其實有辦得好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就照我們 正常人生的流程走 其實是不太會有什麼狀況 這樣阿嬤又放心 就可以回家吃得下 睡得著 這也很重要 對 這也很重要 有個個性能保備